Hello各位同学们大好 我是尼克老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是小米的产品 它是小米无线充电器 快充版黑色 那它价格蛮便宜的 官方售价大概是395元 目前这个规格的无线充电器 好像只有黑色 那为什么我会突然购买 这个小米无线充电器呢 原因是因为我原本是使用iPhone7 用了好久 用了快30个月 那前一阵子就是换成小米9 原本是iOS系统 后来换成Android系统 就蛮多操作流程不习惯 然后以及一些设定上呢 是有一个完全的差异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不习惯 所以呢最后我又换回iPhone iPhone XR就是我的新手机 那小米9跟XR其实都有无线充电 那换了这种可以无线充电的手机 当然就是想要来试用看看 这种无线充电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米无线充电器快充版黑色 那我就先来把它打开好了 这个是全新的没有开过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说明书 我们看一下重点的部分 重点部分有提到它是USB-C的接口 并且呢带有LED指示灯号做提示 通电后呢闪烁绿灯三次就可以正常工作啦 不支援5V1A的电源供应器 并且5V2A电源供应器是支援5W的标准充电 QC2.0跟QC3.0呢电关系支援10W的快速充电 凡是带有无线充电符合 气标准的装置放在这上面呢 就会开始充电了 这边写说不要放这么歪 主要就是要放中间你可以转 但是手机必须在这个充电中心 那如果不能正常充电呢 就是要调整这个位置 直到呢它的LED灯是常亮的 这边正确的方式其实就是正中央 然后你可以转角度 但是你不能偏移它的位置 第四点就是当LED状态灯为绿灯闪烁 闪烁时就是可能是错误或保误阶段 可以检查看看是不是有金属物体 在充电器上面 把它移除或许可以解决 那如果真的都不行 就是要跟公司单位联络 还有就是不要自己拆啊 什么这些比较简单的 一般常规知识都会知道的事情 OK 那这其他就没有提到什么东西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 内容物有什么 这看起来就是充电器本身 那这边有一条 USB-C的线 黑色的 因为配合这个是黑色版本 那我就把它那个 打开 蛮小的哦 比我想象中还小 那其实你也很难把手机放歪啊 说实在的 打开拿出本体最后呢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感觉哦 这边可以看到黑色哦 感觉像霧面的处理哦 它其实是 那种塑料橡胶的感觉 非常的繁华 你看手机放上去 谢谢了 还很稳哦 这个点就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知道坊间有一些是玻璃材质的 但如果你手机是裸机使用 哇这个碰在一起这种滑动的感觉 我实在不喜欢 放的时候必须轻轻的放很小心的 但是这种材质 方法材质缺点就是很容易沾灰尘 像现在就已经有一些 在我这个手机壳上面的灰尘已经在上面哦 那边边呢 它这边有做一个这个算是2.5D的 这个削切的一个处理哦 比较不会割手 背后呢 整个摸起来就是冰冷的一个金属哦 感觉这个就是消光金属的一个质感啊 有点暗蓝色的感觉哦 体积也不大哦 可以跟我手机来比较看看哦 那今天介绍的这个产品比较简单哦 它就是通电就直接使用 不用做任何的设定哦 也不用做任何的组装 所以我用我原本的Type-C的线 接上去 那它的单号在这边 好那刚刚闪烁了一下 那我把手机放上去 哦 显示 已充电了哦 开始充电了 这边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已经开始充电的感觉哦 那给大家看一下 LED提示的灯号这边呢 也是常亮 那我把它有点短暂的离开呢 哦 还是常亮哦 现在还有在充电吗 哦这样没有了 然后这么近 充电 我来看一下多远不行 距离将近一公分都还可以耶 而且我目前 装了这种TPU的壳 这几乎已经有一公分还是可以 可以充电耶 还不错 整个很方便哦 就是少了我们去 接这个充电线的一个动作 还有一个就是硬体方面的问题就是 iPhone都使用Lightning那一种接口 那如果你同时家里有一些 USB-C Type-C的那一种接头 或者是以前的那一种 micro USB 蛮多的 我们手边蛮多小型电器 都是透过那种方式充电 所以你就是同时间在一个工作单位 你就要准备好多种充电线的规格 那像我这种是小米的哦 它是micro USB 然后本身呢附加一个转Type-C的这种插头 你就可以这样 然后给它进行充电 好充电了 所以说我这边呢 我的原本的那个Lightning的那个线头 我就可以不需要了 像我的这个Rico的GR3呢 它也是需要这个Type-C的哦 所以透过这个小米无线充电器 就可以改善一些问题 我不需要准备这么多线 而且我在充电的时候是 比较没有负担的 摆上去它就开始充了哦 在不知不觉中呢 每次用的时候它都会有电 所以少了那个 一直插拔的感觉是还不错的 那这一款我觉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没办法立起来 没办法立起来 我知道房间有一些是可以立起来的 或者是它或许将来 会有一些配套可以把这一个充电器的充电盘呢 立起来 为什么立起来呢 因为有些人需要手机是写写的 然后有讯息他可以马上看到 平方还有问题就是会占据桌面比较大面积 立起来就只占这样 对不对 你可以摆得很靠近电脑萤幕 可是这样平放你桌面 这么大面积就会被占走了 所以这一款呢 它的缺点我觉得可能就是 它的这个运用的方式吧 只能平摆 其他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好挑剔的 毕竟只要搭配了快充的插座 它就可以支援10瓦的一个快充 以及它的外形呢又小巧 不会很大 你就放正中央它就开始充电了 那我们接下来测试一下它这个充电的位置 对我摆在正中央 它是有在充电的 这边有在充电 只要我往旁边摆一点 露出一点点 它还是有在充电的 那我再移过来还是有 没了露出这样大概 将近两个指头它就没办法充电了 没办法充电 再一回来才有 对其实你只要大概摆着可以 压到其中一边 不要压太多 都是可以充电的 那以我觉得395 其实算400块新台币这个价格 买得到一个可以快充的这个无线充电器 我觉得就还不错 如果它可以再附个充电头 那就更实惠了 好啦那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小米无线充电器 快充版黑色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自行上小米的官方网站 去了解一下它的样子跟规格参数 今天介绍就要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问我跟我讨论 如果你觉得我今天介绍呢 对你是有帮助的 也欢迎你点赞帮我分享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好的我是Neek 我们下次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